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首次透露大量尖导20研发过程中的信息 其中关于金机任务系统主管总师王阳的报道中 曝光了尖20把式的过程 中国尖20战机一列装空军作战部队 并完成了海上方向飞行训练和夜间训练图源 新华社中国国防报的这篇报道披露 王阳带领的中国某新型战机把式团队 在进行第一次测试时 因某成品一个极小概率故障而失败 报道还称 当时的故障两个多小时后 就基本并未成功 通过团队坚持不懈的努力攻关 后续把式但无需发